庞大的货物吞吐量 就成就了泉州港第三个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泉州 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 无论进口的货物还是出口的货物 都要经过泉州港 所以在泉州城里 大量的中外商品囤积于此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我们先看看出口的商品 出口的商品 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商品 有丝绸 陶瓷 还有中药等等这些商品 那么这些商品 有的来自于内地 有的就是在泉州当地生产制造 据雅各说 他在泉州看到了大量的生产的做方 手工作方 有一些手工作方规模很大 有一千多人在工作 在这些做方里生产的金属制品 还有瓷花瓶 纸张等等 那么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我们以丝绸为例 泉州盛产蚕丝 也盛产丝绸 所以雅各在手稿中这样写到 有一条街叫三盘街 那里全部出售丝绸 其种类不下二百种 这种纺绸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奇迹 那么雅各的这句话是不是夸大其词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1975年的10月 在福州市的北郊一座宋代的墓葬里 出土了一百多件丝制品 这些丝制品呢 有螺 绢 灵 纱等等 它们不是衣物 就是制作衣物的料 据考古学家判断 这些丝制品正是泉州的产品 上面印有各种花纹 印刷的技术也多种多样 有描金彩绘 有印花 有绣花等等 这批私制品 它的质地之韧宝 之工之精巧 色彩之丰富 以及文样之雅致 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雅各的这段画 没有夸大其词 另外我们从中国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张兴浪的一段考证当中 也可以得到佐证 张兴浪 在考证泉州和四处对关系时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在德文英文中的段 这个词也就是段子的段 这个词的发音 就是从四同的发音转化而来的 由此可见 当时西方的一些有关于丝绸的词语的发音 都与四同有关系 而四同就是泉州的别称 如果泉州不产丝绸 如果泉州产的丝绸不是世界一流 那么西方的这些语言中 关于丝绸的发音 怎么能与四同联系在一起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泉州是名符 其实的海上丝绸珠的起点 我们再来看一看进口的商品 进口的商品 除了香料 珍珠 还有代帽制品这一些奢侈品以外 还包括了大量的老百姓 日常的所需要的必需品 比如说布皮 金属 还有木材等等 这里我以香料为例 来说明当时进口商品的多样化 从泉州进口的香料 有多种多样 有的用于食品 有的用于中药 或者是用于清新空气 有的用于妇女的装饰品 比如胡椒这种香料 它就是一种食品 可以作为调味品 有时也用它来腌制肉类 再比如说龙咸香 龙咸香这种香料 既可以作为中药 也可以作为香料 它是抹香精胃中的一种分泌物 属于海上珍品 它作为中药使用 可以止咳 可以去除疼痛 作为香料使用 可以点燃闻香味 有剑脑提神的作用 再比如说 有大量的香料 还用于妇女的装饰品 比如说制作香包 香包 也叫香囊 也叫香袋 它是用丝绸做成的一个袋子 在袋子里面 装上各种各样的香料 比如有乳香 陈香 白檀香 还有雄黄 薰草 等等 装上这些香料之后 做成一个布袋 作为妇女的装饰品 在南宋时期 携带香包 是女子的一种时煞 无论是宫廷里面的女子 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子 都有香袋 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 也喜欢携带香袋 他们把香袋 放到自己宽大的袖子里 每经过一个地方 所过之处 留下一缕清香 正是因为 使用香料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 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所以从泉州进口的香料 有多种多样 数量很多 比如1974年 在泉州湾 就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 这艘船上所装载的货物 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香料 这是泉州的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 泉州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 刚才我说了 来泉州经商的外商 很多很多的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印度人 三佛齐人 三佛齐人 还有日本人 最多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在这里 大家都忙着做买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这是因为当时南宋的政府 在泉州的管理 采取了两种非常重要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 就是对外国商人进行区域化的管理 成立了若干的藩房 供外国人居住 藩房里要选一个藩长 这个藩长呢 由外国商人推荐 由泉州的地方政府来任命 一旦地方政府任命了房长 那么这位房长 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了 要传中国的官府 在藩房里面 按照自己的信仰 从事自己的活动 建立自己的机构 所以大家相安无事 第二个措施 就是利用中国的法律 来管理外国商人 这些外国人在泉州 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形式 一旦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要受到中国法律的惩治 比如在北宋时期 中国政府曾经颁布过这样一条法律 叫做翻商武士遗产法 就是关于遗产继承的一条法律 就是说一个外国的商人 在中国如果去世了 他的遗产继承 是由他的子孙来自由进行继承的 但是如果这个外国商人 在中国居住 已经超过了五代人了 而去世的时候 又没有自己的子孙 那么他的遗产 就由当地的士博司来收管 这是中国的一条法律 在泉州也实行了这条法律 为了让这两个措施 能够有效顺利地得到实施 泉州的地方政府 还采取了很多的手段 比如有一种手段 我们今天看来感到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就是当地的政府啊 用新闻媒体来上情下达 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 雅各就记载了 说他看到啊 在泉州城的城墙上 每天都要贴出一张大纸 这种大纸呢 上面写着毛笔字 内容是关于皇帝的 颁布的一些法令 还有当地社会所遵守的一些条例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甚至连商业的这些行情都在上面 这张大纸啊 一天更换一次 类似于今天的报纸 我们很难想象 在南宋时期的泉州 就有了通过这种媒体 来管理市场的一种方法 正是由于以上这四个特征 使得泉州啊 成为中国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触发港 总而言之 雅各用他的笔触啊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南宋时期 泉州的社会景象 雅各在泉州啊 从事贸易 一共是五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之后呢 他离开了泉州 回到了意大利 离开泉州的时候 雅各的团队所携带的货物 数量令人震惊 他所携带的筹子 段子 还有陶瓷 生姜 糖 以及中药 这些物品啊 以吨来计算 这些物品 在西亚和欧洲市场上 它的价值啊 难以估量 后来雅各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就卖出了一部分货物 这些货物啊 占了雅各整个货物的五分之一 甚至不到五分之一 但是就把雅各全部的投入 都收回来了 可见他所带走的这批货物啊 有多么高的价值 1273年的五月 雅各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他就成为在家族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货物 回到家乡的雅各啊 他回味着这次东方之旅 于是呢 就拿起笔来 写下了这部 令塞尔本魂牵梦绕的手稿 塞尔本把这部手稿 翻译成了光明之城 不过光明之城这本书啊 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 还是有争议的 争议啊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这本书啊 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呢 这本书的真实性 是没有疑问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啊 雅各在叙述 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 有若干地方夸大其词 在惨发自己的感受 或者观点的时候啊 也有很多地方非常偏颇 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雅各所描述的 全州的社会的状况 有很多 能够找到中国史料的作证 所以这部书稿 总体上 它是真实可信的 它密补了中国古代典籍 记载的部组 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 全州 只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 出发港的一个代表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 不断的繁盛 唐朝以后啊 其实在东南沿海 已经形成了 以四个大港为核心的 这样一个港口布局 这四个港 除了福建的泉州以外 还有广东的广州 浙江的杭州和明州 明州啊 就是现在的宁国 其中 它以泉州为核心 这些港口的城市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和发展过程中啊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北方的沿海 也有一座港口的城市 与海上丝绸之路 有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 登州 当然 关于东州啊 我不讲它的商业 如何发达 也不讲它的海防建设 而是要讲一个 与东州有关的神话故事 那么 这又将是一个 怎样的海上传奇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